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坦克武器系统便携式防空导弹 西方大量军备源源不断运抵乌克 毗邻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波兰与罗马尼亚 美国驻军规模更达到历史高枝 俄罗斯斥责乌克兰撕毁听火协议 西方渲染俄罗斯不日进攻 振振有此 北约入梦 还是河 多国外交末选之下 乌冬局势的未来最终是解 还是解 那是世界战争 当美国和俄罗斯开始撞在一共 我们是在一个很不同的世界 我们曾经在一起 看风云变化 近在空间观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顿巴斯爆发了零星的枪炮声 到底是谁干的 我们今天把卫星就对准顿巴斯 我们这档节目是直播节目 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 在凤凰网 包括凤凰秀等等 要进行直播 大家可以来提问 我们首先和大家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说的是 马尔维纳斯群岛究竟是谁的 相信各位朋友呢 心里面都会有数 马尔维纳斯群岛究竟是谁的 我们来看一看 中国外交部的表态 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 正当要求 这就是中国在马岛问题上的 坚定的立场 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是什么 它是一块殖民地 是被英国人长期占有的 一块殖民地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坚定的要去直 要反直 反殖民地 这是中国外交部的表态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中国和阿根廷加强合作 而且在马岛问题上 中国有了自己的表态 这个时候美国议员急了 他就说 这是对门罗主义的一种挑战 什么叫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我们概括为一句话 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 美洲 既然如此的话 你中国人也好 俄罗斯人也好 为什么要燃殖美洲 这就叫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呢 这一次提出来的是 这一位老兄 这位老兄呢 他也叫盖茨 但不是比尔盖茨 那么他其实之前 有一个辉煌的壮举 性侵 17岁的未成年少女 所以他现在就提出来 作为中国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进入到南美地区 要威胁到美国的所谓后院 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看一看 马尔维纳斯群岛 英国究竟有哪些部署 这就是我们最新拿到的卫星图片 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哪呢 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能也能看得出来 马尔维纳斯群岛一共有两个岛 一个是东岛 一个是西岛 面积大概是多大呢 大概是1.2万平方公里 距离阿根廷多近500公里 距离英国多远1万多公里 那么这个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 英国的一个空军基地 叫蒙特普莱森特 这个空军基地 我们也对这样的军事基地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踏刊 里面大概有四架狂风战机 台风战机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 相对来说他的军事能力 还是比较弱 另外还有一个防空导弹部队 再加上少量的陆军 大概是驻了一个连的陆军 尽管作为阿根廷的军事能力 比较弱 但是作为英国来讲的话 他现在在整个地方驻军的话 已经让阿根廷感觉到是如芒在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作为阿根廷来讲的话 和英国相比的话 这个军事能力确确实实是比较弱 1982年 因阿玛岛战争的时候 阿根廷为什么输 其实输的主要原因呢 一方面的话就是记不如人 另外呢 就是国际社会一直在支持英国 所以导致目前出现这种紧境 这里面我们不得不提 联合国有一个机制 有一个机构 叫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 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 就一直在支持 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是阿根廷的 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呢 根本在这个问题上 不会考虑这个决议究竟如何 作为阿根廷来讲的话 如果要真想把马尔维纳斯群岛拿回来 靠谁 靠自己 毕竟这个社会是弱肉强食啊 所以阿根廷当自强 当然无论是中国和俄罗斯来讲的话 也都会尽全力来帮助阿根廷 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我们下面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话题 就是聊一聊顿巴斯的相关问题 那么在聊顿巴斯问题之前的话 我们和大家先看一看 俄乌最近有哪些最新的动态 我们这儿有一堆的卫星照片 首先来看这个卫星照片 这个是SAR 也就是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所拍照的一些主要内容 这里面表示的是什么呢 俄罗斯把一个S-400导弹部队 部署在了白俄罗斯 尽管其他的一些军事力量 已经从白俄罗斯撤走 但是这个部队到目前来看的话 并没有撤走 这就表明 作为俄罗斯来讲的话 未来将会把S-400导弹 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队 部署在白俄罗斯 来给白俄罗斯提供相应的 防空反导能力 这个是我们和大家提到的一张照片 而且是位于白俄罗斯 来看 你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就是 最近拜登不断地在说 16号美国认为 俄罗斯将会入侵 所谓的乌克兰 所以的话你看 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运输 有一些军事装备 还有一些军事人员 都是从美洲直接运到欧洲地带 我们先来看一些留言 港屋人声说 想到了前线战场的指挥所 说的是这儿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来关注 乌冬地区已经开火了 有零星的交火事件 另外这位朋友也指出 为了防俄罗斯和更亲近欧洲 乌克兰将来会向西迁都吗 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 但是未来也不排除 但是如果真迁都的话 乌克兰有可能会分裂 还有呢 这位朋友说可以看卫星照片 这本身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主要的宗旨 再来看 我们这儿还有这么三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网络摄像头 获取到基辅万家灯火 这个时间呢是在2月15号 记住 按照拜登的说法的话 是16号凌晨1点 将会对乌克兰发起攻击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基辅呢还是灯火通明 如果真要是情报可信的话 基辅这个时候应该干嘛呢 应该是灯火管制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并没有进行灯火管制 所以连泽连斯基都不相信 美国人提供的情报 就是俄罗斯将会 所谓的入侵乌克兰 通过这几张照片 这几张照片是我们在15号获取的 这个时候就已经分析到 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也是一大谎言 还有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照片 这个是来自于克里米亚 一幅卫星图片 这个是奥泽尼尔空军基地 说是空军基地 其实这个空军基地已经废纸了 主要是作为一个陆军的兵营 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在这个基地上还有很多的俄军官兵 包括装甲部队 但是我们拿到最新的照片 是2月13号的照片 里面所有的军事装备基本上都已经撤走 这就表明在克里米亚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军事装备开始撤离 这就是为了回应拜登认为 16号将会入侵所谓的乌克兰 这是我们所获得的另外一张 关于克里米亚的一些照片 还有这儿有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说的是乌克兰无人机 也在进行侦查 侦查的最后的话 发现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交界的地方 有一座桥梁 就是这样一个桥梁 那么在这儿我们能看得出来 你看这个时候还没有 这是2月13号还没有桥梁 但是到了2月15号的时候 架了一座桥梁 这个桥梁就是我们平时军队上 所用的浮桥 就是通过周桥部队 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架一个浮桥 那么作为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肯定很担心 他会觉得这个浮桥的架设 是不是就是要针对乌克兰呢 要入侵所谓的乌克兰呢 我们本来也想拿到最新的照片 来证明这个桥现在还在不在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了 最新的一些照片 由于这个区域现在是云雾缭绕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浮桥是不是已经拆掉了 我们等天气更好的时候 我们能拿到最新的照片的时候 再和大家看一看 相关区域的卫星动态 2月16号 美国一架RQ-4A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全球鹰 在哪呢 在俄乌边界进行侦测 而且RQ-4A全球鹰呢 可以前向的进入到200公里的腹地 来看一看俄罗斯在这儿 究竟有哪些部署 所以美国现在也不断地 在加大侦测力度 来了解到底俄罗斯有什么样的战略企图 这个是2月15号 俄罗斯空军的伊尔76运输机 在莫斯科和白俄罗斯进行撤离的工作 因为整个演习工作结束之后的话 俄罗斯已经指出将会把自己的人完全撤出去 以让国际社会认识到 俄罗斯对白俄罗斯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就是为了演习 演习完之后的话就会撤出去 但是卢卡申科其实他所提到的就是 希望俄罗斯的一些重装备 比如S-400导弹 伊斯坎德尔导弹 争取能够留在白俄罗斯 这需要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 我们再来看这个消息 也是通过卫星图片 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 有很多集结的部队 这些车辆呢 人员呢 都已经走了 人去楼空了 之前呢 他们都是在俄乌边界 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演练 现在呢 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演习场所 包括你像俄罗斯第295公兵营 228坦克营都已经撤离了俄乌边界 这恰恰体现出来一点的话 俄罗斯已经如期完成了军事演习 都已经归建制回到了各自的驻地 但是我们知道作为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这些国家 现在还在说 俄罗斯还在集结兵力 这种撤离是假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和大家聊一聊 西方人怎么来看待俄罗斯的车军 欢迎回来 我们和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 俄罗斯并没有撤军 我们看这张图 相信大家就知道其中的原因 你像俄罗斯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 要么就是在黑海进行军事演练 要么就是在俄乌边界进行军事演练 如果他要把军队撤走之后的话 他会撤到哪儿 比如撤到库斯明卡 或者撤到这个沙赫金斯基 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兵营 距离乌克兰的属地大概多远呢 只有300公里 也就是我撤到这儿的话 也就只有300公里 美国就认为你这不是撤 你这实际上还是在乌克兰的家门口 比如你像这样一个兵营的话 沙赫金斯基 他距离乌克兰的边界 只有不到50公里 你觉得我到这个兵营归舰之后的话 美国人会认为你撤了吗 他觉得你还在这儿 也就是作为美国也好 英国的情报机构 他觉得你这些人 只有撤到远离乌克兰边界 才算是真正的撤军 你觉得作为俄罗斯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他的军事基地 所以他就是撤也必然是在乌克兰的边境线 所以西方人不满意 那么敦巴斯问题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麻烦 我们看一个短片和大家继续来聊 在美国北约 不断炒作俄乌爆发战争风险的大背景下 西方多国一再近期 向乌克兰提供了多批次的军事援助 据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立陶宛在2月13号空运了一批 独次便携式防空导弹和军火到乌克兰 与此同时 美国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 也在社交网站上公布 美方于2月13号 向乌克兰提供了第16批 及第17批军事援助物资 其中就包括弹药和榴弹发射器 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 也在当日表示 美军援助的两批物资 共计180吨 乌克兰至今 已从美方收到1500吨弹药 2月14号 一架载有德军增援部队的飞机 降落立陶宛 但德国政府表示 原则上拒绝向乌克兰出口杀伤性武器 可能会考虑提供一些防御性装备 比如夜视仪等 2月15号 据加拿大国防部消息称 加拿大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约合 610万美元的致命性武器 其中包括机枪 手枪和步枪 150万发子弹 狙击步枪和各种伴随器材 而在上个月 英国就已经向乌克兰出口了一批 轻型反坦克武器系统 并称这些武器对于乌克兰来讲 旨在用于自卫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网友的评论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朋友 都说了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问题 大爱银魂 他就说 乌克兰危机幕后的黑手 是冲着欧元石油和军火去的 这个话说的是比较准确 另外再来看一看 这位朋友说 欧洲已经没有力气独自自主 只能听从美国的指挥 这就达到了美国的目的 美国不需要一个自主独立的欧洲 欧盟需要的是一个 完全看美国眼色的区域组织 再来看忍耐说 俄乌是苏联解体分家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仇人 其实这里面原因是非常非常多 乌克兰完全倒下了西方国家的话 让俄罗斯认为自己的战略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下面和大家来聊一聊 在小篇里面提到了毒刺导弹 提到了叶士仪 还提到了标枪导弹 这个是反坦克用的 这个是防空用的 那么这几款导弹 其实说白了都是单兵使用 都是战术武器 包括叶士仪 肯定是要北约希望乌克兰政府军 能够在夜间采取某种偷袭的行动 那么反坦克导弹呢 毒刺呢 主要也都是战术装备 比如针对顿巴斯民兵武装的装甲车 坦克呢 可以用这种反坦克导弹 来实施消灭 另外呢 作为毒刺导弹来讲的话 也可以针对对方的低慢小目标 来实施一定的拦截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标枪反坦克导弹 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可以灌顶来打 比如飞到150米高空 然后灌顶来打坦克的顶部 坦克的顶部是最薄弱的 所以大家看到 现在俄罗斯的坦克 为什么上面会搭一个凉棚 那个凉棚不是为了遮阳的 是为了遮这种灌顶攻击的 反坦克导弹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行 我们再来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也就是顿巴斯地区 顿巴斯地区包括 顿尼斯克和卢干斯克 那么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美国做了一个举措 就是把自己的使领馆的人员 包括中情局的人 都搬到了利沃夫 利沃夫是以前 西乌克兰的首府 现在美国人都跑到这了 美国情报部门 其实它有很多情报 并不需要通过现场来获取 它可以有更多的方式 所以它基本上 转移到这的话 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对于它的情报获取能力 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影响 但是它的外交人员跑的话 很不应该 外交人员跑的话 只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 那么顿巴斯现在 乌克兰的政府军在这个位置 另外乌克兰的政府军 也可以在亚素海 通过海上登陆 来威胁顿尼斯克 以及卢干斯克 这是我们和大家所看到的一点 就是现在在顿巴斯地区 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 这个是我们所获取到的 顿巴斯的顿尼斯克的这个照片 那么现在所发生的 零星的枪击事件 包括炮击事件 就是发生在这个市区范围之内 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机场 顿尼斯克的机场 这是2014年之前完好无损 到了2019年时候 大家看已经是破烂不堪了 机场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种问题 那么关于美国也好 北约也好 究竟如何来介入顿巴斯问题 未来的局势怎么走 我们再看一个短片 俄乌局势不断升温 美国与北约持续向欧洲东翼增兵 日前 美国总统拜登授权 额外调配3000兵力到波兰 据悉 这些士兵来自助手 北卡罗莱纳州 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 该师早前已经派遣 1700兵力到波兰 加上当地本身 已有的4500名美国驻军 波兰的美军规模 已经达到了9200人 美国空军一批F-15C 及F-15D战机 也在10号从英国飞抵波兰 并与派驻立陶宛的波兰 及丹麦F-16战机 共同巡逻波罗的海 同时 美军还从德国调派了1000名士兵 前往了同样与乌克兰接壤的 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 据悉 目前在当地共计部署有1900名美军 11号 美国空军一批F-16战机 从德国飞抵罗马尼亚 并与部署当地的意大利台风战机会合 强化了在黑海地区的巡航能力 而另一方面 由俄媒就披露 乌克兰已经要求美国在哈尔科夫附近 部署数套萨德导弹 据了解 哈尔科夫位于乌克兰东北部 距离俄罗斯边境不足百里 有分析就认为 若在此处部署萨德系统 必将引发俄罗斯的紧急行动 直至宣战 欢迎回来 刚才小片子里面提到了最后一点 就是美国是不是会在哈尔科夫 来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 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有多远呢 40公里 40公里 这个是非常近 那么作为萨德导弹防御体系 它叫末段高空防御体系 它所对付的是 150公里以上弹道导弹的末段 那么如果部署在这儿的话 你想拦截的是哪一段导弹 你看之前 美国一个是在波兰 还是在罗马尼亚 各自部署了标准三 导弹 也就是宗斯顿系统 那么如果在这儿部署的话 确实可以对俄罗斯的中程弹道导弹 包括洲际弹道导弹 实施一定的拦截 但是如果在哈尔科夫来部署的话 其实它的价值并不是很大 我刚才已经提到 它所拦截的是末段 但是如果在初始段发射的时候 你要拦截的话 有可能只拦截的是弹道导弹的初始段 所以部署在这儿的话意义不大 还有一方面的话 部署在这儿的话 面对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导弹 必然会被早期摧毁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 胡大旺就指出 上次不是说人留在白俄罗斯吗 俄罗斯现在是把一部分人 比如重要的 比如S-400导弹防空部队 留在白俄罗斯 其他的部队归界 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这些部队来自于哪 来自于东部军区 所以普京在这个问题上 有其战略的考量 这位叫弗杨子就在说 美国炒作俄乌战争 有什么获利 获利真的是很大 我们一会儿会和大家 来聊这个话题 那么作为顿巴斯 你看大家已经看到了 发生了零星的冲突 至少乌克兰政府军说 不是我打的 顿巴斯明明武装说 也不是我挑起的 到底是谁挑起的 有可能是有这么凉火 人会干这个事情 哪凉火呢 第一呢就是白脱盔 我相信各位朋友 听过白头盔这个名字 白头盔之前在哪听过呢 在叙利亚 叙利亚有一些白头盔 就是栽赃献获 叙利亚政府军 也就是阿萨德的政府军 比如他使用了化学试剂 就说是阿萨德的政府军 使用了化学武器 然后呢就遭致联军 对阿萨德政府军的打击 现在在顿巴斯地区 也出现了白头盔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出现了雇佣兵 这个雇佣兵 有可能是来自于美国的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其他国家 所以如果这两部分人搅局的话 甚至从中来挑衅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 乌克兰政府军也好 包括顿巴斯民兵武装也好 都认为是对方首先开火 对方呢就开始进行还击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点的话 乌克兰政府军有开火的可能 但是这些域外的势力 开火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唯恐这个地方不热闹 我们和大家再说一个问题 那么俄罗斯现在面对这种 错终复杂的局面 究竟该怎么办 现在俄罗斯有一个举措 就是在加里林格勒 这个是属于俄罗斯的一块飞地 在这儿将会部署图两两 包括会部署米格31 而且这两种军事装备上 会携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加里林格勒针对的是 波罗的海三国 还有波兰 还有捷克这几个国家 也就是只要我控制了 加里林格勒的战略要点的话 就可以让整个这个区域 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之内 我们再来看有凤凰网友说 美国驻俄副大使都被驱逐了 美俄这个关系是要回到冷战时期吗 比冷战还冷战 那么再来看这乌克兰危机 谁成了最大的赢家 谁又是妥妥的炮灰 赢家是两个 一个是美国 还有一个是俄罗斯 炮灰是谁 乌克兰 包括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也都是一个一个的炮灰 其实我们不得不说一点 也就是美国希望的是 欧洲越乱越好 现在我们能看得到 东欧是越乱越好 东欧呢就是为了牵制俄罗斯 这样的话 美国就可以一方面卖军火 另外一方面就可以打压欧元 让欧元能够在很多问题上 没有办法和美元来较量 所以表面上来看的话 是地缘政治之争 其实这里面有更多的 全球霸权之间的争执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俄罗斯所面对的是什么 俄罗斯所面对的呢 其实就是美国在欧洲 所采取的一种公式战略 美国现在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美国是希望中国 俄罗斯 欧盟 这三个区域 尽可能形成更多的矛盾 这样的话 美国才能够从中余力 包括你像中欧的关系 现在不好 包括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 也不好 而且美国又希望 中俄的关系不好 如果真这么办的话 最后谁得意呢 远在北美大陆的美国 所以看清楚这样一个现实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和欧盟 俄罗斯应该加强彼此的合作 而且欧盟应该深刻明白一点 俄罗斯是欧洲的俄罗斯 所以欧洲的合作 有利于外交的独立自主 让美国这样一个搅局者 早早地离开欧洲这块大地 世界自然就和平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大战就全部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下周五我们继续把卫星 对准热点地区